台湾夫妻在马来西亚度假时遭到奇迹,一人死亡,一人被劫持。 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电子侦察飞机被递钓鱼岛附近空域,要监视侦察日本正在冲绳附近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日本为何又来炒作中国的电子侦察机被递钓鱼岛附近? 稍后的热点透视有军事专家进行解析。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销两岸,我是桑辰,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一对台湾夫妻在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遭到袭击,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报道称,一对台湾夫妻15号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邦邦岛度假时遇到歹徒,丈夫遭到枪杀身亡,妻子则被掳走,至今下落不明。 据国民党籍弥医代表蔡政员介绍,被掳人质可能在位于马来西亚菲律宾交界的小岛上。 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永乐表示,目前人质平安。 我们现在人质他平安吗? 我们人质平安。 这是可以被证实的吗? 台湾当局连夜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并已经派出了刑事局联络官,以及相关部门驻马官员抵达沙巴州,协助了解案情,希望能够尽全力救出人质。 报道还称,据当地警方透露,歹徒身份很有可能与菲律宾的武装团体阿布沙耶夫有关。 游客遭袭击事件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不少人担心游客在外旅行的人身安全问题,但还是有台湾游客表示会如期出发到案发地旅行。 2014年民进党党主席改选,一直被外界称为民进党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因此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是否参加改选一直颇受关注。 日前民进党内陆续涌现出力挺蔡英文出面参选的声音,对有意寻求连任的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造成了极大压力。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谁赢得了明年民进党党主席的宝座,谁就赢得了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门票。 对于有意角逐2016的民进党现任党主席苏贞昌而言,明年的党主席改选几乎可以视作是他的政治生命保卫战。 一旦败北,他的政治时代恐怕就要化成休止符,政治生涯的前途也将是一片黯淡。 有媒体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之下,民进党未来的两岸政策恐怕也只能是原地踏步,无法达成共识,将重返执政的最后一里路成为民进党难以跨越的政治鸿沟。 下面请收看简讯。 18号,由农业部、国台办和福建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农博会、第十五届花博会在福建漳州开馆。 一千两百多家参展商中,台湾参展商近三百家。 从台湾引进的一大批国内外市场走鞘的,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业优良品种, 以及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生产使用技术、加工工艺和设备等新数量项。 展会还特别设立张忠卫和台湾卫综合展区,张台两地近两千多种特色产品进行同台交流。 共同推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海峡两岸公正事务研讨会是1月16号在上海召开。 来自大陆台湾公正界60多位人士围绕两岸繁荣与公正发展的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1993年4月29号,海峡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峡会董事长孤政府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 签署了包括两岸公正书使用查证协议在内的四项协议。 20年间,海峡会寄往大陆使用的公正书认证书副本109万件, 大陆地区寄往台湾使用的公正书副本176万件。 不论结婚、出生、收养、继承, 凡涉及两岸人民的身份权益事项都遵循制度性机制办理, 有效维护了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举办的达人团带露台湾个人游推广活动16号落幕。 本次活动分文化、美食、生态、乐活、购物及浪漫六大主题进行推广, 希望借由旅游达人亲身体验发掘台湾各式景点与活动。 有1134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11组旅游达人, 在今年七八月间完成台湾之旅。 让这些透过达人,把台湾那些深度的游戏把它挖掘出来。 11月15号,以物像飞向为主题的2013四川首届艺术精品展在成都举行。 作为展会的特别邀请展, 以琉璃艺术至人间探索为主题的琉璃艺术对话展, 更是吸引了众多观众慕名前来。 此次特展从15号开始至28号连续展出14天, 展品包括被中国美术馆、世博中国馆收藏的两件琉璃艺术品, 且午春风共从容与不可说自在。 经过为期三天的激烈学竹, 2013年环福州永泰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8号上午圆满落幕, 中华台北洲际队夺得团体第一名, 泰国国家队和大陆的青海洲际队分负二三名, 冲刺王的称号被捷克选手摘走。 此次比赛总赛程365公里,分成三个赛段, 除了邀请到21支专业队伍的200余名职业运动员参赛, 还组织了自行车爱好者的环保骑行活动, 在专业比赛之余, 宣扬了全民健身绿色出行的理念。 日本紧听中国战机活动, 声称中国电子侦察机首次飞临钓鱼岛, 还说这是中国在监视日本的大规模军演, 中国电子侦察机究竟战力如何, 日本又为何如此紧张? 请看本期日文透视, 日本炒作中国电子侦察机飞临钓鱼岛。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前中国的一架电子侦察飞机飞抵钓鱼岛附近空域,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另外日本媒体还猜测, 此次中国电子侦察机的目的就是要侦察监视, 目前日本正在冲上附近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那么日本媒体为何要炒作有关中国电子侦察机飞抵钓鱼岛附近空域的事情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张德忠教授, 欢迎您。 丧心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有关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发布消息称, 16号下午一架中国的图154电子侦察机飞临钓鱼岛以北约150公里的空域, 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 并称防卫省正对中国在东海的活动保持警戒, 但同时日本防卫省也表示, 这架中国飞机并未进入日本领空。 而据防卫省有关人士称, 日本自卫队在冲统附近的大规模军演进入最后阶段, 不排除中国侦察机飞临军演区域附近收集情报的可能性。 另据报道,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 中国公务船在中国钓鱼岛领海进行巡航, 是对钓鱼岛海域行使管辖权的正常公务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方不认真反省资深错误行为, 反而对中方正常的海空活动说三道四,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 特别是媒体, 似乎对于中国的各种军机活动特别的关心, 比如之前就曾经多次报我们中国的军机, 多次出入第一岛链, 还说我们的什么V8预警机, 飞底钓鱼岛空域等等, 当然还说要击毁我们的无人机等等, 那这一次为什么又把目光转移到我们的电子侦察机上面, 您怎么看? 日本主要是在它周边画了一个防空识别区, 有的也叫防空识别圈, 这个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率先搞的, 以后的话逐渐美国在它的一些军事基地, 原来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驻韩国, 当时的话还驻中国台湾第七舰队, 那么都画了一些防空识别区, 以后这个1972年交付日本之后, 这个防空区的范围逐渐的扩大, 2010年以后又再次扩大到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距离中国最近浙江那边130公里, 这个防空识别区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 赋予沿海国有这种权力去画这种东西, 在领空之外, 十二海铃领空之外, 擅自画这样的东西, 不仅不受国际法的保护, 而且对沿海国来讲, 各国也不予承认, 所以日本画的这种东西, 中国从来也不承认, 俄罗斯也不承认, 你可以画, 我可以不承认, 所以俄罗斯采取的办法, 多年来就是俄罗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用自己的铁拳来打破它这个防空识别区, 经常图九五, 那么这一次很有意思, 16号当天, 那么中国的图154电子电压机和俄罗斯的图142反潜巡逻机, 同一天, 那么分别从俄罗斯, 从北方四岛方向, 我们从东海方向, 然后进行突破它的防空识别区, 进行巡逻, 我们巡逻是在它的领空之外, 领空之外, 而且我们是基本上从中国方向向日本方向, 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 从初雪初雪后再继续到伊南, 然后走我们的东海油漆田, 上空巡逻, 然后距离掉一到150公里, 折返, 那么这样, 那个俄罗斯那个图132呢, 就是从这个俄罗斯科海上空飞过, 然后走太平洋, 北太平洋, 然后接近冲绳东, 然后车返, 也并没有飞进这个钓鱼岛, 就是附近空域, 那日本有什么可紧张的, 它干嘛又要升这个战斗星人队, 它就是一个的话, 就是它非法划定的防空识别区, 只要进入以后, 它的战斗机就要起飞, 进行这个识别, 识别警戒监视, 就进行这样的立行性的行动, 再一个呢, 就借这个事情来制造中国威胁论, 你看中国又到这来了, 中国到哪去了, 俄罗斯到哪去了, 我们是正常的巡逻, 正常的飞行, 那么这是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上空, 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上空, 俄罗斯的飞机呢, 是在公海的上空飞行, 所以这些都距离它的领海和领空, 有200多公里了, 这个距离, 将近200多公里了, 所以说日本的话呢, 就是借着这个事儿, 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 为它那个修宪呀, 国防军呢, GTC威胁那些做铺垫,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正常的军事活动, 所谓的这种紧急升空应对一下, 就是又是做做样子给大家看, 来故意来炒作这件事情, 那可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图上的这个飞机, 电子侦察飞机,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飞机, 是不是通俗理解就是用电子设备, 去侦察的这样一个飞机, 跟电子相关的这个飞机呢, 大家容易搞混, 一种叫电子侦察机, 电子侦察机的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上面不装导弹, 不装鱼雷, 不装武器, 主要的目的就是侦察兵, 就是摸清情况, 我们经常会看到还有另外一种叫预警机, 预警机就是在空中对起飞的飞机进行指挥控制, 就是空中指挥所预警机, 还有一种呢叫电子战飞机, 电子战飞机就是说通过自身带的这个电子吊舱, 然后对对方进行战役, 或者战略级的这样的电子干扰, 就瘫痪它几百公里内的所有的电子设备, 这是电子战飞机, 那么电子侦察机的话呢, 就是这次图154和去, 它那个图142俄罗斯那个, 它是个反潜巡逻机, 这个呢主要是上面不是一桩武器为主, 上面装了各种雷达, 各种雷达,各种无线电影侦察的设备, 一个是天线, 雷达是天线, 这些东西的话呢, 可以从这个图154的外形能够看的, 大家可以看它那个前面肚皮底下和这个飞机的肚皮底下,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突出的东西, 那些都是天线, 就是各种不同类型天线, 那么天线接收到信号之后的话呢, 上面装了一系列的这个计算机, 处理装置, 处理存储, 这样的转, 先把它处理存储下来, 然后另外转发, 有一个转发系统, 可以通过数据链, 把数据实时的转发回来, 电子侦察机图154这个型号, 我们过去坐飞机经常做了, 这个客机, 超过150座就算打飞机了, 这个167个人, 能装160人, 我多次坐过这个飞机, 能先在这个客机的基础上, 改装电子侦察机, 这是世界的惯例, 所有国家电子侦察机都是拿客机改的, 因为它有足够大的地方, 而且飞行速度也不需要太快, 电子侦察机不需要太快, 但是能装好多东西, 上面能有好多人可以在那, 执行各种操作任务, 监控任务, 这个飞机的话, 我想,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还感觉很高兴的, 一项具体的军事行动, 要比1000个, 1万个声明, 口吐声明要强得多, 所以说, 我们以后像这样的图154, 这样的电子侦察活动, 要经常例行的, 这个常规的, 这样的一种巡逻, 要经常性的, 在我们的装置经营区上空进行, 能不能介绍一下, 目前中国这个电子侦察机, 它这个主力机型是什么, 另外和其他的一些预警机, 其他的斩机如何搭配, 在这个实战当中发何作用, 电子侦察机, 它主要是利用民航客机, 图154这个民航客机, 包括我们运8紧接机, 也是利用运8这样一个民用的平台, 航空平台, 在上面加载雷达, 在上面加载的设备, 大约包括一类就是无线电侦察, 盘测的这种设备, 还有一类雷达, 雷达又包括很多雷达, 多功能合成空镜雷达, 测试雷达, 所谓测试雷达就是, 在肚皮底下装一个长条形雷达, 然后往一侧去看, 斜眼看人, 斜的眼就能看几百公里, 就是这样的一种测试雷达, 那么如果在海上, 还可以放一些下室雷达, 就是往下边看的, 机头上也装一些往前室的一些雷达, 就是它根据不同的要求, 要装一下这些雷达, 那么此外的话, 还有一些光电设备, 光电设备就是, 像今天天气比较好的, 能见度比较好的时候, 可以照相, 对海上的一些舰艇进行照相, 对岛屿进行照相, 还有一些地形测绘的一些功能, 像多功能核生空镜遥控, 遥感的一些设备, 都可以进行有一定的测绘能力, 就不管天气好坏, 白天黑夜, 它都能够探测到下边的目标, 而且能够成像, 像多功能核生空镜雷达,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些个事情, 就各种, 我们管它叫传感器, 传感器发泄的东西, 要在飞机上进行合成, 首先要把它记录下来, 你发现的东西, 原生态的先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以后, 然后才是一个目标的分析, 就分析, 比方说你发现了海面上, 有一百个目标, 那你分析这一百个目标, 哪是军事目标, 哪是民用目标, 哪是军舰, 哪是商船, 这有一个分析的功能, 所以说飞机上会有一些, 目标分析的这样的一些人员, 因为它客机能装很多人, 这样的人员, 它主要负责, 电子侦查就主要负责发现目标, 然后对目标进行分析, 然后把这个目标的数据传回来, 传回来, 但是你这样的侦查, 你光一次两次不行, 你比方说过去我们从来没去过, 我们现在就出了一次, 以后一个月两月也不去了, 那有什么用呢, 你必须要连续的每天, 客户的每天, 最好是每天都要去一下, 你这样有一个基础数据, 今天侦查的有一个基础的数据, 那么明天又有什么变化, 你比方说我把这一圈的电台, 把这一圈的地面的雷达都扫过了, 扫过以后到了一周以后, 突然扫的时候有多数一个雷达来, 那我就把它记住, 这什么雷达, 它工作在什么频率, 它在哪个山头上, 对不对, 它的左翼距离大概是对空的还是对海的, 所以这个侦查是需要经常的, 我们相对来讲出去的比较少, 比较少, 我们就冷不定出去一次, 日本人就感觉很紧张, 所以这个要经常出去, 我们中国主要是图154改的电子侦查机, 还有轰6K也是一个远程的电子侦查机, 运发警戒机, 那么此外的话还有电子战飞机, 电子战飞机是和侦查机配合起来用的, 侦查机负责摸清楚, 你对方有一雷达, 这个雷达在什么地方, 它的辐射频率是多少, 它工作在什么频段, 知道了这些信息之后的话, 我再看看周围还是什么电台, 电台它工作在什么频段, 这叫电磁频谱, 把这些电磁频谱获取之后的话, 那么就为我另外一种飞机, 叫电子战飞机, 电子战飞机提供了一个技术, 电子战飞机它已经知道了, 这有个雷达它工作在什么频段, 这有一个无线电台, 它工作在什么频段, 电子战飞机就可以针对它这个频段, 发射一些干扰, 电子干扰, 墙干扰, 给它干扰掉了, 说是, 我还要干扰的更远, 比方说几百公里, 在我前方几百公里这个范围当中, 形成这样一个电子走廊, 光靠飞机上带的, 这些电子战设备是不够的, 它要带强大的这种电子吊舱, 两个电子吊舱, 它一出去后, 前方基本上几百公里这样一个大走廊, 所有的计算机, 正在工作的计算机都瘫痪了, 所有的雷达都不工作了,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瘫痪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为后边的飞机的机群, 这个奠定基础, 因为前面都迷惘了吗, 都瘫痪了吗, 后边这个攻击机群, 战斗机群就可以潜出, 这是电子战飞机, 预警机主要是指挥控制, 好多好多飞机, 几十架飞机, 三百架飞机升空了, 预警机在上面看着, 首先瞭望, 六七百公里这个范围当中, 有没有敌人的飞机, 有没有敌人的舰艇, 如果有, 它会引导, 在什么方向, 发现一个敌机引导, 我方的飞机往前走, 因为我们的飞机看不到, 它没有预警机看得远, 战斗机, 举个例子吧, 战斗机能看一百公里, 而预警机能看六百公里, 预警机就会告诉战斗机, 往前走, 往左拐, 再往右一点, 往前一点,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自己干活去吧, 预警机它起这个作用, 我们到现在基本上都有, 这些都有, 无人机现在也在发展, 包括现在您提到这个无人机, 我就想请教一下, 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图154, 它个头很大, 可以装很多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飞机上是有人的, 那么这种电子侦察机, 有人的侦察机和无人机进行侦察活动, 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无人机呢, 举个例子吧, 图154一百多吨, 一百多吨的这么一个大飞机, 首先它很重, 而且上面的有效载荷, 有效载荷就是上面能装的东西, 就一辆车, 车的重量是自重, 上面能装多少货, 就是这个图154的有效载荷是14吨, 这14吨里头, 包括它上面装一些雷达, 一些电子设备, 一些计算机, 还得包括一二十个人, 你打小伙子, 这它本身都是重量, 这些重量就占用了它的宝贵的资源, 比方说它装了这么多重量之后, 它的耗油, 它不就比方说飞十个小时, 它就回来了, 但是如果说有这么一种飞机, 上面就光装设备, 雷达呀, 电子侦察设备, 光装这些东西, 不装人, 这些人的重量, 省下来以后去装设备, 那它的功能不就齐全了吗, 所以说无人机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它具有电子设备机所有的功能, 但是就是没有人, 连开飞机都没有, 更不用说那些处理数据的人了, 这样它就把这部分载荷省下来, 它去装设备, 或者是装油, 14个大小伙子, 这个重量省下来, 如果去装油的话, 那得飞多长时间, 所以全球英雄它上行后能飞几十个小时, 当然根据不同了, 一般来讲飞40多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哪个飞机都飞不了这么长时间, 它加油, 对不对, 所以说无人机还是一个很好的电子侦察机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种型号的飞机, 您刚才说是图154, 那一般观众也知道, 俄军方也有图154的电子侦察飞机, 那么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是完全一样了吗, 图154就是, 就是图布列夫这个飞机制造局生产的, 那么这个飞机就是苏联的, 苏联时期, 这个飞机比较老了, 70年代, 80年代开始打平量装备, 现在俄罗斯还有一些这个图154的, 但是俄罗斯有一些更大的一些飞机, 像16号和我们这个图154同一天出现在这个日本东部的图142, 这个飞机就是拿图95战略轰炸机改的, 战略轰炸机改的, 能飞一两万公里, 这个这个家伙, 我们在前不久出现了两个飞机, 一个是叫运八警戒机, 运八警戒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海上的侦察监视飞机, 也是用于侦察监视预警用的, 还有一个轰6K, 是拿轰6轰炸机, 是拿轰炸机改的一个电子侦察机, 就配合前不久的这个海上的演习, 也过第一岛链去了, 这说明中国现在随着我们现代化程度的不断的提高, 我们侦察的范围逐渐在扩大, 就像过去我们地面作战的时候, 一个团要想前进, 那么前面必须要抱着侦察兵去, 望老远侦察兵, 侦察兵先看看有没有敌人, 先把水井什么东西给站好港, 后续部队才能往前进, 所以这是我们将来前出第一岛链的一个前奏, 那么侦察飞机的话, 必须要比它的部队要更加前出, 要了解清楚情况, 电子环境, 电子频谱这些都要了解清楚, 目前日本正在举行的大规模军演, 的确也是一直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 因为此次日本军演当中的确有这样一个封喉行动, 就是在演练如何封锁公国海峡, 虽然日本方面说我们不针对其他国家, 但是很多媒体分析认为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 那接下来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公国海峡或者公国水道, 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出第一岛链来说多么的重要, 那么为什么日本方面要死守这个海峡, 公国海峡我们知道比较宽了, 二三百公里宽, 二三百公里宽, 你这么宽的一个海峡, 那么它宣布的领海是十二海里, 那么中间很宽很宽的都是可以用于公海, 公海航行自由, 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军舰和飞机都可以自由航行飞跃, 那么这个海峡是中国前往西太平洋的一个比较近的, 而且属于比较辽阔的这样一个海峡,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走靠近九州那边的大鱼海峡, 种子岛那边的大鱼海峡, 大鱼海峡日本宣布的是三海里, 不是十二海里, 那么菲律宾和台湾之间还有巴陵堂海峡, 也都可以到西太平洋, 这些海峡从来没有被封锁过, 那么所以我们一如既往的将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进出这样的海峡, 首先它是公海, 其次是公海海峡, 日本现在有舆论说要封锁海峡,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我还没有见到哪一个海峡曾经被封锁过, 没有一个国家敢有这种胆量去封锁这种国际的海峡, 所以日本我料他不会, 没这个胆量去干这个事情, 好, 感谢您对以上内容所做的介绍, 谢谢, 好, 谢谢, 观众朋友再见, 好, 在此内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